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采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哈囉 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是天秘捷運 那我們先要截這個 請諾美這個模擬叫之前 所以 好 其實模擬叫吧 蛤 被你發現了 不過這件事一半一半 我想去磨一下師針 想幫你忙 卻也不是假的 方才為了解毒箱子被用的解毒藥 全數用完 你想辦法補充才行 要備治這些藥手上還欠一位也寧懶 但最近一直找不到賣這種東西的人 你聽說語毒空毒嗎 藥王古人體質特殊不愛著你吧 杭州黑市商人買顏銀藍 杭州黑市商人買顏銀藍 你手上有什麼好貨要賣 有沒有喜諾美要有的顏銀藍呢 混蛋東西 你收了我的錢 竟然並不見面 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誰是喜諾美 我認識他 也沒賣過東西給他 看這傢伙我褲左右 演他的樣子分明就是在車謊 不如我們講講架 我當然選一啊 哦 原來神機門出更好價格買走了貨 怪不得黑心商人要多小嗎 還笑盡了一百錢跟我小也喝茶 啊 我還回去找你 咦 咦 咦 魔刀鬼骨神豪 咦 魔刀鬼骨神豪 買 然後剛剛那個咧 好 抓 好 我們再快 好 我們又回來了 唉 浪費時間餒 直接皺下 GO 我 母鬼叫 總壇嗎 東陽村民 你怎麼幫我任到這裡 你要上魔鬼叫 這裡就是魔鬼叫 你對我的救命之恩 就是還清 甚至 我還要救你一命 魔鬼教不是你這種該來的地方 如果你想走 出口抓著你前方 要是你一定要喘進來 就自己看著辦吧 等等 你不要手上的藥嗎 那藥隨便你處置 當糖吃也行 只是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吃下那些藥 後果自負 怎麼回事 他不是把那藥看得比蜜還重要嗎 說不要就不要 看來他是鐵鐵心要將我拒模擬叫門外 罷了 想做這樣的事弄清楚我身在何處 要走往前方至少即可 要留得自己想辦法 四路四驅合起來真是八個選擇 呦原來是福西八門正嗎 原路掉頭大門之路正是自由出路的深門 可是有魔鬼教徒在前面 這八門由深門開始往右 依序是身傷度緊實經開修 三去梅路走的四驅 剩下四條路對應四個門 有內陣深門而出 有開門而入 再有渡門而出 不能出錯便可破陣 好 其實我根本聽不懂 反正 反正直走就是出口嗎 好 好 為什麼他不理我 OK 繞到右上樓梯 這一個 是嗎 你不是說破陣一路反掌嗎 這個然後再走這個嗎 哦 錄哦 了解 出來之後都不要走進去了 再這樣嗎 這麼簡單 好 然後再從渡門出去 這個 這個 你都不如好歹就闖進來 弱梅 這怎麼回事 參 參見教主 嘿嘿 羅衛大小姐 你對上下山 燙的都是可真是夠強 到你的服務 他們計畫也被虎笑 怕那幫朝廷走狗注意到 沒想到你不但不知慘愧 還帶來隻小狼狗上來快火 我在問諾梅 不是你 舍下禁業 一些是諾梅行事不慎 普魯魔尼教總壇 諾梅最該萬事 甘離 甘願說法 無畏 繼續一隻耗子 捏死便死 你 你說誰是耗子 你這傢伙 長了什麼耗子 大難儲備 將會叫著 威風靈靈 帝王之相 將會長得像你這耗子 羅奎 暑假在 給我收拾他 之後才會變你怎麼組織 建萬 當成帶甩的豬 想盾了我 先打擾我再說 不過要是你敗了 別怪我 拿你這身肥肉當蠟燭 殺他個三天三夜 羅奎 這肥豬身軀雖龐大 但動作倒是挺快的 模擬九屎 可不是靠嘴上功夫就能勝任的 這肥豬身軀雁 要你嘲嘲 絕對的力量 慫不慫啊 絕對的力量 有趣 太有趣了 我的幹將就出來了 有趣 太有趣了 幹將就出來了 讓你嘲嘲 絕對的力量 我下好厚喔 武器不能隨時換 糟糕 太大力了 燒成灰燼吧 地獄火 讓我來試試你的能耐 有機可鎮 倒也不敢買出的 讓你嘲嘲 絕對的力量 哦 哦 跳舞了 絕對的力量 哦 魔尼九屎 像這樣的傢伙 還另有八個人嗎 肥豬 你看上去好歹也是魔尼教的大幹部 就這點本事 照這樣看來 只幫你們教主也窮不到哪裏去吧 看來我也不用費錢 掉牆山山山獅影 不如 在此難你們教主服法 省惜一堆功夫 放 給我跪下 這 這 這是什麼威牙桿 我 我竟然無法動彈 他的內力 恐怕凌駕於師父之上 可 可惡 這次認知想要我跪下 但我們能趁心 讓他趁心的威 除我神娘 這世上沒人讓我跪下 有意思 受無意掌而不屈膝的人 世上寥寥可數 小子 你練了什麼功夫 你又是從何處知曉 三生三世音 誰會告訴你的死耗子 我特別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 留在此處我魔王一家所用 或者將你的事故 留在這魔王一家中壇 嘿 我怎麼可能被你們說滿 你還不快答應 不是每個人都很叫教主特別開恩 別不是好膽 別不是好膽 我說過 他的選擇只有一次機會 而他的選擇 是十 這小猫 這體力是特殊 再次斬殺無眠可惜 諾妹 把他帶下去 和前場耗子關在一起 好好試試 他對三生三世音 有什麼反應 小貓 你不會真的這麼做吧 諾妹 不管你這耗子有何厲害關係 將他帶走 我並不追求你們前面 小貓 是 我馬上讓他下去 方才人家是答應 就不用說這種苦 你果然是傻子 這樣聽起來 這是小貓 可是甘心果 試試看看 你們教主說什麼 你們就真的做什麼 難道我們之前的交情都是假的嗎 服務說 我跟你哪有什麼交情 教主的旨意 自然比你重要 當時我站著邪惑下 才不得不對你服軟 他一定沒發現自己受到 換個臉上的表情 有多大的差距 總之 你如果想多活幾天 就在這牢裡安分待著 不要搞事 否則 我無法保證你的活著 見到明天的太陽 剛才是談不下去了 我放棄 但至少讓我問完你欠我的第三個問題 只要得到回答 我就再也不糾纏你 可以 我就答應這最後的問題吧 小貓 我最後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做的事 說的話 都是發誓真心的嗎 江湖裡 哪裡有真心呢 這小子體質賀豬 能夠承受三身 三十零多次測試 教主特別吩咐好好看到他 可別讓他輕易死了 是 大小姐 大哥哥 你沒事吧 饅頭 好 東洋村民 哦 了解 好 這之前那些村民 不見的村民 被拿來做實驗嗎 好 先從這檔 因為我想讀檔回去 測試東西 好 還剩兩頁 什麼老神醫 還有少林寺 好 掛著刑具的牆壁嗎 這裡 奇怪的刀 哦 你死者插上去的 剛才停過了 過不去 他妹妹就是摸你叫聖女 生什麼氣啊 肥豬 你這打什麼小算盤 怎麼我一點都看不懂 給你一點方便 就要招你嘴欠 我會算是虧打 你是要安分分分聽我說完 還是要招死 如果想招死 我現在話都含量賞智 所以你打暈的守衛 氣都不討好 又聽你說也行 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就你這一場 還敢討將寒假 真是出生自主不畏 有一點意思 我就聽你的條件 我要你幫我放跑這些東洋村民 第二 我要你幫我破壞魔尼教 三生三世言西化 第三 我要從魔尼教全身而退 哇 這要求 他對斐沙燈有這條件 代表他對魔尼教有惡心 我只要製造混亂 吸引其他人過來 就能抹他一身黑泥 哈哈哈哈 只看著咱們的墨力 也是殊途同貴 你這邊這些條件 我全答應了 怎麼回事 你想訪犯魔尼教 沒錯 為我的第一步 就給魔尼教死半子 你提出這些條件 對我而言 可是求知不得 沒錯 為我的墨力 我天下人人意識 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你提出特殊 孤歌盡情 真是我極力想收容的人才 但他又不直接犯事 反而是利用我 要是東窗四方 他自己當然撇得乾乾淨淨 真是好生的心機 好 沒想到你還是個蕭雄 我就當影音樂合作吧 但是首先也幫我放跑這些村民 那些魔尼教人 的衣服呢 是因為記載配方要有藥屬 還有幾張全野遺失在 當然就是具於魔尼教手機 全所有遺失物業 完成三生三十零配方 只是實境問題 花園後方山閃來跟深夜 有聖女守護著 雖然深夜之後 我只要戒備深夜 但我只要有一處致命的漏洞 只要抓住 首位換班的空檔 有蓋住前路 那時候要數 也不是難死 記得好了 這是深夜的位置 還有首位換班的時間和路線 我何必挖 給自己挖肯 要是你還想 還我這份人情 日後 就到洛陽的荷花池去找我 你們這些沒用的魚面 給我更好 要是釣隊 你們自己看著辦 OK 青雲存水 青雲存 存水 好可憐喔 當歸 那是有一把刀對不對 這樣去拔 跟我一物 陳皮 這一個 好離喔 木刀 木刀 四文刀 剩下的特殊物品 OK 好 我問一下我這邊的話 我是到很後期才來的 就是 都已經當 學到長墨劍法才來 換班啊 然後咧 然後勒 特級櫻木 最白貢 全城的打 跟他們講話會怎樣嗎 應該不會怎樣吧 不會 好可以進去啦 剩女我來啦 剩女你好正 行諾因 下水秋下水秋你沒事吧 那個人是小貓 雖然他的裝扮和之前階段不同 但展相分明就一模一樣 我是絕對不會認錯的 這怎麼回事 難怪是小妹說的妹妹 就是他自己 小貓 你這副樣子是 不對啦 小水秋不是小貓 是雪雕才對 小雪球 你真做點 這小貓說怎麼前眼不對後眼的 難不到他不只換成裝扮 你能夠改變了 這是雪雕受傷了嗎 我來替他自家吧 我來替他 內力真好用 真的耶 大哥一下都治好小雪球 接下來小英就不用威脅治療他了 不是小英不想救他 實在是因為搖或收拾很痛 像小英有治癒人一人 我還是第一次遇見了 而且大哥哥的治癒效果比小英還要快得多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小英 真的不是小貓嗎 只是想想這女孩應該不是喜諾妹 雖然他們長得一模一樣 但兩人之間卻存在一項決定性的差異 人力不同啊 對了大哥哥你是誰 小英怎麼沒 真的沒見過你 能夠增加阿光明珠 應該就有這兩不是什麼可疑人物啦 我可是教主先招募了摩擬死者 你放一百個星吧 原來大哥哥是死者大人 跟我姐姐一樣都是教主的得利助手呢 該來你就是喜諾妹妹妹小英吧 我喜諾妹交情可好 你看你姐姐還把東西擠放在我這裡 我身上有一個 哪一個啊我已經忘記了 太久了 是一個盒子吧 小女鬼的藥 小女鬼的藥 我看一下阿 這太久了啦 都不知道放哪裡去了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還是生的好看 那些都是原因 但真正答案是 我將深淵那本藥書的殘 聚業性格的教主立下大功一件 所以得到教主閃視 一開始那本藥書可是只有書皮而已 經過大家通力合作 終於要收集齊全了 教主說 等藥書完成那一天 就是小英立下功勞的時候 我想那裡頭已經記載了 能夠增強治癒能力的藥方 配合著我的血 魔女教真的能幫助更多的人 小英和姐姐一直要魔女教照顧 正想快點完成藥書 報答魔女教 唉 那藥書記載 可是奇毒三生三世 這女孩再怎麼天真爛賣 只要稍微翻過 就不可能沒意識到吧 該不會 她連醫書都沒看到 又或者這本藥書內容有什麼蹊跷 小英 我有一個方法 解解那裡立下功勞 你想知道嗎 擔擔想 大哥哥 是什麼妙境呢 其實我知道這門藥書 剩下的書業在哪裡 如果小英也和我一起去 把藥書完成 那豈不是立下天至第一號的功勞 他好玩的樣子 可是 姐姐和教主 從來不讓我離開魔女教 要是他們知道我跑出去 一定會生氣的 你想想 一旦書業說起 教主一定很高興 又怎麼會生氣呢 至於你姐姐 我們讓他也分一分功勞 在魔女教裡 也要沒吐氣一番 豈不是好事嗎 嗯 也對 就這麼辦吧 不過除了找樹葉 我還想到好多地方走走看看 大哥哥會帶我去嗎 好 我保證 無論想去天涯海角 大哥哥都會帶你去 姐姐相信的人 小英應該也可以信任吧 而且 大哥哥長得這麼好看 哈哈 外貌協會喔 咦 這可不行 守護藥書是小英的責任 除了教主之外 小英不能讓任何人拿走他 自己 自己不宜太過勁逼 要是鬧出動靜 計畫不讓要失敗 我自己擦是浪費 只要破壞掉剩下的兩頁 一樣的阻止 魔女教製作商車三十一 總之 也太危禁 先將小英帶出魔女教 這樣也能讓小貓安心 抱歉 我一直興奮 定來提出這麼荒唐的請求 這樣吧 要說就放這 我們一起去把睡覺帶回來好嗎 怎麼了 忍住魔女教去玩 你不開心嗎 更難開心 但是有點緊張 會不會很可怕 姐姐總是什麼都不告訴我 小英你放心 有魔女教第十死護護者 絕對不會讓魔女教的聖女遭遇危險 嗯 說的也是 有大哥哥在 一定沒問題 小英相信你 慢著 才說 你想把小英帶到哪裡去 哇 姐姐這麼快就追來了 怎麼辦 還能走嗎 但很快跑 要是被他纏上 我這麼大功可就拿不到了 嗯 哇 姐姐跪不起 小英要回來 其實要什麼罵小英 小英都不會有怨言 哇 這樣拐 拐得很像對嗎 主角 這東西我們摸掉光光一百倍呢 我是像你當初很好的朋友 難道說 小英不想跟我們做朋友嗎 看你把小英保護成什麼樣子 這樣輕易相信別人的胡言亂語 你看了魔女教哥怎麼活下去 傻丫頭 與杭多城比起來 魔女教只不過談完之地 可光市場還有好多城市 好多美景 包著你 用盡一聲都看不完 那小英想去市場所有的城市 乾淨所有的美景 還要找到市場所有的藥王谷 祖民 但哥哥 您可要說話算話 陪小英到天涯海角 還有其他人活下來 老神醫是小英所說的藥王谷一名之一 說不定小英會知道他的蛛絲馬跡 老神醫是個隱世高人 大哥哥還在長大的下落 世人都說藥王谷是天下最精通意料之一的 我在想這老神醫術如此高超 該不會也是藥王谷的人吧 沒關係 大哥哥去調查調查 一定要馬上知道 我們就先在這杭州城停留一陣子吧 所以 留他一個人在這邊 要用他做氣血藥 等一等 小猫當初原來是寬我去拿這氣血的材料 怪物的東西拿到 他就不要手中藥丸了 囊中藥鋪 OK 可是這隻紅州 可是這隻紅州 好 我們快轉好了 好我們到洛陽了 那 在這個醫藥鋪這裡 大哥 請問你見過這藥單上的配方嗎 你瘋了嗎 眼裡拿了入沙克是毒 怎麼拿到那裡藥 這藥單上的 鬼拿的藥 放心 我不是鬼 偷偷拿這藥也不是鬼 而是體質特殊受得住這種奇藥的人 看他心裡有數 這家藥 藥護老闆一家 果然是小燕想找藥王谷遺囑嗎 大小姐 她一向是親自來製作這藥 好從哪面我就過別了 難道大小姐她出過什麼事 可不可以小燕早上這麼辛苦 早知道我直接去問大小姐就好了 大小姐 就連對妹妹守口的物品 她指的是魔鬼教 要是自家人捉回魔鬼教去 要替小燕製作器器要省事多了 你是要替小小姐 燕製這藥單上的逆天逆滅完吧 材料帶來了嗎 其實我今天主要目的不是炎藥 而是替你們小小姐帶話 小燕知道她還有族人 一直很想見上一面 采託我用這張藥單找人 我們一家人隨時恭候小小姐 小燕想找的藥王古族人中還有個老神燕 不過關於此人錢錢報其少不知老老闆 你是否有線索可以找到她 老神燕是藥王古遺囑的人 怕這不超過五個囉 但是去哪裡能找到她 我也不是非常有把握 草約香一帶的郊區 偶爾能見老神出來才藥 但是只要跟蹤她 馬上就消失一場一陣迷霧裡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支線吧 一個是洛陽書院 跟洛陽荷花池 那我們先去洛陽書院好了 洛陽書院在哪裡 洛陽OK 然後還有荷花池嗎 荷花池在左上角 先去書院吧 書院 啊 欸 寫進哪裡這裡 寫機 寫機 OK 這裡 這裡 然後咧 不是你 你點一下 大和尚 你 你殺了他 對 是我殺了他 這種敗戀本就該死 那他都活一個都是罪孽 你怎麼不把他交給官府處事 你 作風兄弟 你可知道此人為何遲遲沒肉王嗎 不是因為這人身手高強 所以官府拿他沒折嗎 唉 你臭了 他至今遲遲未被逮捕過了 是因為官府包庇他的所作所為 什麼 他頂貨被關了幾天 等到官府天上找了鐵石管 那鐵石管被處死後 他就換張臉皮 繼續消髮之戰 繼續為非作膽 我怎麼讓這種事情發生 大和尚 快清下心來 你要走喉入魔了 說風兄弟 謝謝你 不會 不管你剛剛怎麼了 怎麼情緒會如此激動 我的父母兄長 就是死在這種人手裡 所以拜入少林寺習武 就是有朝一日 仍為我親人報仇 可是當初晚上我面前死 那蠻恐人因盜德的偽君子去阻擾我 是我如今連報仇的機會都沒有 我要聽到一些無處深淵報仇的無辜之人 制裁這些該死之的 哪怕因此手染鮮血 哪怕因此走火入魔 為了不讓我身上的悲劇 再度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我也在所不惜 好吧 所以任務結束 好這看來就結束了 正盔掛世界 好那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那下一集我們再跟羅葵做羅葵的直線 好那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按鈕 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得收到通知喔 謝謝大家 這集到收看 掰掰